词曲 李宗盛 我们的爱恨没有交错点 我不要永远 情深交付一瞬间 我们都困在爱恨的边缘 这些人探测得如此精密 你应该知道当年戒旺征伐四方的时候 曾经启用过一批汉人充当武术教习 戒旺治世时正值大唐玄奘大访印度 此乃千古盛世 我嫌能不知 先祖还有幸见过玄奘大师一面 不过那时秘文已经失传了 不错 是已经失传了 不过接望乃一代明君 雄才大略 他在战乱时搜集到一些秘文经书 此秘经当中就有先生现在手中那份已经失传已久的宝图 没错 当年此图却被戒旺所得到 于是他征集人力研究秘经 其中之一就有本人的先祖 我记得有这么个汉人 我记得他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此人好像姓左 左坟 对 是左坟 他就是本人的先祖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接着往下说 先祖蒙界望垂青 他就被战乱兵恳为国师代为上兵 可是当他发现这秘经当中的宝图的时候 先祖一念之差就想战为己有 后来被戒旺发现了 不幸死在了天主 戒旺死后也有继续分裂王朝林令 秘乌再度失传 对 确实是这样 不过所姓先祖曾经把宝图当中的密文做了笔记 还传了下来 那你的眼睛 那也都是拜这些宝图所赐啊 为了这个宝图啊 我是多次赶往天竺 见识了诸多朋友 那是他们呢 都说自己有真的藏宝图 可事实上呢 一个也没有 全都是赝品 避文不值 而我的眼睛也是被他们毒瞎了 好 我相信你没有骗我 现在还多保之心吗 吟瞎之后我就心灰意冷了 老哥哥 不是我换你的冷水呀 你那份灯皮宝券 可是真的 一会我给先生看看便知道了 好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我之所以能认识先生 诚然是不可思议 冥冥之中 早就安排了此事啊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 重要的你现在还活着 让我们继续完成这神圣的使命吗 你是说 此乃天主神以历代巨劫所要 应该办法给天主 不应该成为一人一己 再为私有啊 应该继续研究 并发扬光大 为民造福啊 这也是我和我们家族 几十年来不辞辛劳千辛万苦 千方百计的找到 很难相会的原因啊 说得好 真是太感人了 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办成啊 你我是死狠狠 那是 不许不听话啊 好好吃草 不听话了我好生气了 听话 现在该是士宝的时候了 是真是假 先生一事便知 好说好说 那就先请士宝吧 快就等你 三年前在淮阳道上 我曾经放你一马 今日你还敢出来腥风作浪 就凭你那两下子也敢出来撒野 那就知道你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个人散阳没有拱牢也有苦牢 王子雪山来一回齐巴汤 江湖上将就过一起 你像背我里头方批 不吞吧 俗老头 你是天主地大侠 号称习群盟住 网棍只大舅舅 不大假意 只要你落一垫头 我都给你磕头赔罪 为你二老眼前骂后大头针 怎么样 杨六请你帮校碑 那负责大招呼 杨六 behö 杨六 beh... 杨四蛊 Sz瓜 你太狠了 你刀三蛊 你竖说怎么这么狠 那是你的心太软 不然 这个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虽然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 可是近些年收敛了许多 一身功夫来的不一样 再者他在花阳那里还收养了一群孩子 一群孩子 有这回事 那是一群没有父母的孩子 任三阳收养他们住在庙里 也算是不容易 可是他会坏了我们的事 老哥哥 你这是妇人之人 手太软了 来吧 我们收拾一下 我去帮那个小子解开穴道 让他收拾吧 算了 我吓着他的 那就是这副样子 人家都快急死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说说的听听啊 我这就叫做智者无忧 咱们现在这叫做以医待劳 只要那两个老东西不走 东西八成就是没问题 哎哟 又吹上了吗 谁还不知道你那两把刷子 对啊 在这儿我可给你提个醒 人家西天盟主苏哈 再生武功可是了得 就算咱俩家在一块儿 也未必是别人的对手 他的神龙九线 可是打定天下无敌手啊 他呀是一条龙 哎呦呦 人家是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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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人家是一条病龙 他生病了 据我的估计 他和真的病人差不多 真的 哎 你快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抓弄我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能杀了千手天尊和武毒居士 而自己身上不受一点伤的 这事上恐怕没几个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那也不能确定 他就真的带伤啊 你想想 如果他身上真的没有伤 他早就大摇大摆的出来走了 谁还敢跟他抢头啊 对吧 好啊 你这个爱修脚刀的 原来你什么都明白 你干嘛不说 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你说 你一定可以 你喜欢啊 你不可以 你不愿意 你不要 你才能 Earn 你不愿意 你得要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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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的事你能做得了主意吗 说的不是嘛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见颜奉了 对了 这次咱们的任务就是埋伏起来 上面没有命令 外面天塌起来咱们都不管 知道 我还听说 这次这几个人功夫了得 其中一个还是从天竺来的 是吗 这几个人可得小心点 小心 好好好 不要 不要 别的快疼 不要疼 快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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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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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前辈 在下不乐道不乐君子无名 我跟两位并无仇恨 只想借苏前辈的藏宝图一用 意下如何 臭小子 老夫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 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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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苏先生 左先生 两位前辈先走 走 走 你到底是谁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可知道你敌对的可是不恶邦 张大人 怎么样 那边正打着 一会就到了 你们准备好 知道吗 记住 最重要的是他身上那份图 没问题 不管是谁 在神怒营的强奴里都逃不过去 好 我现在就去报告操呆 所有人 分散埋伏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需要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你惹的是不乐邦吗 我知道 难道你不怕不乐邦的惩罚 我还想惩罚他们 去办法 打购 打た 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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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 师叔祖 来来老哥哥游帮手啊 师叔祖 前面有危险 有强奴营的人埋伏 强奴营 什么强 我才不谈 强奴营的人 各个手持强奴 威力无比 我想还是回避一下吧 是不是不乱当当 是曹宇的手下 越来越热闹了 没想到天竺有个窥探 看我这宝图 在中原也有这么多人参与 天下人人如此 我素晓的我看看 看看谁有能力夺走我这宝图 你先出去 我也混 你先出去 我希望你答应我离开以后 离开不乐地重新做人 不行 我们是一块进来的 不要 我们一块走 我还是个老孩子 谁创了强奴营的没复 一定是那两个小子 别两个 一个是不乐道的吴明 另外一个不认识 刚刚救了我们 不过他对我倒是很了解 要不要去帮帮他们 帮什么 谁知道罪功之义在不在旧 还是目的是你身上的那个宝图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年龄三十多岁 身穿深色长衫 看他的身法 武功应该很高强 师叔祖 你们先走一步 我去看看就来 像是一副侠义心肠 就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假自有功断 用不着你来评说 去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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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 生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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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曹大人 我们又杀了一个 曹大人 公安到 大人 另外张公公也赶到了汉阳 大人 是 立刻赶回去 是 怎么了 这不是搞定一个吗 怎么一点意思也没有 大人 还要不要抬回去 孩子干嘛 赶快就要 是 是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化王为什么会反了 大人 是 其实事情的根源还是出在婆阳王的身上 婆阳王死的消息早漏了出来 安化王与婆阳王一向兄弟平身 再加上对朝廷不满 所以打起清衣色的旗号 说要替婆阳王 说要替婆阳王报仇 其实明保了就是冲着大人您来了 朝廷上下现在反应如何 事情刚刚发生 皇上手忙脚乱 这不是让卑职前来征求大人您的意见 是 李东阳 李东阳呢 李东阳正在物色讨伐安化王的人选 绝对不能让李东阳站在先机 那曹大人您的意思是怎么办才好呢 最近我有点事情脱不开身呢 陈大人 如果我让你去征讨安化王 你可敢去 陈大人只要相信我张勇 我有什么不敢去的 但是我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 我只是让你去当监军 并没有让你去打仗 打仗还另有其人 如果平定安化王这也算大功一件 也是将来升官发财的资本 多谢曹大人提望 张勇永生无望大人提携之恩 好了 好好干 宫中的事替我盯着点 将来还有你的 放心吧 大人 为曹大人办事 我一定万此不此 那么你尝多了 看导致已经想上了 是 你也没有信心 我给你打仗 你搞什么 最好 已经很劲于 她是 我有个人 您赢了 我谁 有一个多眼 那中国人 我喜欢 给我派人去监视他 要是好好干吧 那也就罢了 如果不好好干 就给我杀了他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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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哥 海德哥 investment 我爹 我爹 我爹死了 我爹能死的 赵 吴言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完成我的事业 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等我完成祖先留下的任务 我一定去找你 你等我 我们来生再会 你救了我两次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海无言 我叫潘语迪 牵う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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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传照时 神仙之间三山交叉 与三山之间寻小姑封 小姑封内有九穴八洞 老天哪 要不是图上记载 只怕神仙也找不到 这地方你熟悉吗 当然 我当然熟了 小姑封 九穴八洞 你怎么收回去了 今天就到这了 时间不早了 找个地方吃饭去 老前辈别来无恙 咱们总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幸会 在下与内子为了迎接二位 特地备下了韭菜 恭候入座一起叙事就如何 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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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夫妇用心良苦 老夫倒想问一句 这是为什么 老前辈不要生气 有话咱们边吃边说如何 是啊 苏前辈 为了迎接二位的大驾 我们可是在这里等了三天了 是啊 这位大概就是西北道上人称古墓盐楼的左光斗左先生了吧 真是失禁 苏大哥 你可没告诉我这里还有两位贵宾呢 就说瞎子眼睛不灵 我就不招呼了 这二位是来自云南的同市康里 青沙堡的蓝仓居士佟玉琪和芙蓉剑莫飞花的大名 你岂能不知 真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 瞎子今天可是有福气了 见的名人实在太多了 实惊 实惊 今儿我们一大早就出来了 水米没打牙 难得贵宾关照 咱们就不用客气了 好 这杯酒就算是给苏老前辈跟左先生接风 干 好 老天爷 天猪圣女判又敌 废弃了自己的誓言终成大错 我甘愿受罢 我甘愿受罢 只是此国存在我与海无言无关 老天爷 你发发自卑 我愿意把所有的惩罚架在我一个人身上 如果海无言能够度过此劫 我发誓 我永远不会背弃圣女的誓言 再不动情 永远都不再见她 多谢贤抗力的热心款待 没别的事 我们就先告辞了 真的该走了 二位请稍等 请稍等 饭已经吃饱了 我们也可以谈谈别的事了 我们就实话实说了 听说那张藏宝图就在苏老你的身上 没错 是在我身上 小可猜想 前辈之所以迟迟未曾下手取宝的原因 是在于无法弄清楚大雪山绵延千百里的地理形势 是 小可就直说了吧 凑巧小可手头上有一本古欧阳子所绘制的山海经 这本图著将西北各山岳地形描绘得十分清楚 老前辈如能把宝图所示与之两相对照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 是啊 听说那批宝物别的不说 光是精英财宝就有好几大车 不说呢 更不要说那些奇珍异宝了 传说只是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 现在还言之过早 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一下证实一下呢 苏前辈 您说是不是 没错 我是想去证实一下 亲自看一看 好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呢 佟夫人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妙了 堪称是妙语如珠 可惜啊 苏大哥 我不是你 不能带他到雪山去听他妙语如珠 妙语连篇 老瞎子 没有眼睛 看不见你绝世芳容 实在是太遗憾了 你又不长遗憾 真的 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长得有那么漂亮 岳琪 你倒说句话呀 真的有那么漂亮吗 幸亏她是个瞎子 否则的话连脸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那子说话一片天真烂漫 不入耳朵还请左先生海寒 来 再干一杯 你还卡上把它打开 コあ 没问题 Above 看看 快 长狼捕蝉 黄雀在后 没想到这后边还有更厉害的呢 我素汉一世的心血 没想到他这么丢了 今儿可不是个好日子 出门没看黄历干什么都不顺 好了 别再说了 我要想办法夺回宝兔 我不管 都是你 我叫你把宝兔给我 谁叫你给别人让 你给我抢回来 你给我抢回来 你别这么大声张张好吗 让别看见了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宝兔都给别人抢走了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养开到时候的东西给别人占了便宜 你给我抢回来 好 这事包在我身上 好吧 你说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恨不得到那小子面前 你放心 他肯定跑不了 我告诉你 限你三天时间 你要是少不回来 我们就完了 今晚你别上我床 嗯 你 chew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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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